HELLO 大家好,我是Slogan 那麼讓我們進行流行之神2 第二章 我們的玉之夢 當然我們 上一次直播是稍微 有開了一點點 玉之夢前面的進度 不過想說 既然要分段 還要上船做水管做個紀錄的話 那我們這次還是 就再從前面開始入侵 反正不過是兩三分鐘 好,我們開始玉之夢 朋友的朋友 那這就是我們都市傳說中的一個 最精華的一個定義 朋友的朋友 friend of a friend 口耳相傳 也而傳而 這種在街景市民中 不經而走的 一些留言 消除無用性許醫師 大腦的直覺現下 避免消除重要訊息師 大腦的直覺現下 這是現代科學界對夢 的機制所做的最權威的解釋 但是 僅憑這些 就能夠將夢的結構解析出來嗎 意思說 難道 我們這兩個定義 用它的定義來夢 定義這兩個東西是夢 的功用 就只有這樣而已嗎 難道夢就只是為了消除一些壓力 或是 什麼一些記憶的這些機制嗎 應該是不行 沒有辦法 那麼簡單的 就把夢歸類於 只為了這兩類 而 被創造出來的 那誰都應該有過這種經歷啊 應驗的夢 祭司感 奇怪的預感 諸如此類可歸於 預知夢的經歷 當然這些也可能只是巧合 真誠心理中 潛藏著對未來的願望 與不安轉換為夢境 居然恰巧的和現實問何了 說不定只是這樣而已 但是也有著 憑藉這些理論 卻無法解釋的預知夢 在夢中見到已經死去的注目 說今天早上 不要去坐往常那班電車 比如說 早上都固定坐 8點第一班 出發的那班 公車或是電車 去上班或是上學 可是 今天夢到的夢 告訴你 不要去 雖然覺得只是個夢 但還是因為有些在意 所以就換了 早一班的電車 就遇過了那班的電車 搭了比較早的時間 結果 在當天晚上回來看到報紙 居然發現 哇 平常那班搭的電車居然出事了 哇 這種 奇聞 這一邊奇聞 應該說是 這個報導 的真假 真偽已經無從考證了 我們不能說他 是真的有或是真的沒有 已經找不到來源 沒辦法考證了 去世的祖母 因為擔心自己的孫子而託夢 這種是誰會相信呢 不過夢境依然是人類智慧所不能及的領域 也是事實 對 做夢呢 怎麼講呢 我們有些夢是很無厘頭 非常沒有意義的 但是有些夢 卻又冥冥之中 帶給我們一種 像是指引或是解謎 或是什麼之類的 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這種事情 就像我們 當初我們DNA DNA的結構 還沒有被人家發現是雙骨螺旋的時候 都沒有人會知道DNA居然是雙骨螺旋這樣的排列 結果在研究他的科學家 研究了 研究好久 還是沒有發現說 到底是怎麼樣 會是這個構造的時候 有一天 他睡個覺 他夢到 他應該是夢到兩條蛇吧 好像兩條蛇這樣互相交纏 突然之間他醒來 就恍然大悟 DNA的構造會不會也是這樣 居然就是這樣 雙骨螺旋 就被他解出來了 所以你說夢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機制 我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 也許就連我們每天所做的夢 都有可能是被誰操縱著 是不是有這個可能 我們這次是警視聽非公認事件 我懷疑之餓 欲之夢 欲之夢 欲之夢篇 前輩您相信欲之夢這種東西嗎 欲之夢嗎 對於小夢忽然嘟嚓出來的這句話 我帶著些許困惑的反問 今天一如平常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就這樣 無所事事又不知道該如何打 打發這份閒暇的我們倆 正進行的無貫通癢的閒談 這個編傳值得很同仁 平常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把舊的一些文件檔給電腦數據畫 不然就是跑破腿啊 做些無關通癢的事情 所以平常反而最傷腦筋的就是 該怎麼打發這份過於無聊的上班時間 現在的內容並沒有涉及到夢 我剛才想的 不過是小夢為了打破沈默的氣氛 而冒出來的一句問話而已 我想剛才 不過是為了 就是沒事找事 沒話找話聊 隨便瞎談 不然 兩個人這樣對看也是尷尬 好 一隻夢 就是指遇前在夢中 看到即將要發生的事情嗎 Right 就是如此 這個嗎 怎麼說呢 我含無氣勢地說到 先不說信不信的問題 這場目前 我還從未認真思考過關於夢的事 導演不是沒做過夢 但只要一睜眼 大多時候都會把夢的內容 給忘得一乾淨 對嗎 我們常常都會這樣啊 明明就是 做夢的時候 甚至剛醒來 都還很深刻 知道夢在做什麼 還算是可以詳細的細節說 在夢裡面 碰到了哪些事情啊 那可是 莫名其妙 還很深刻的夢 醒來大概過個4分鐘 20分鐘 欸 問你剛剛做了什麼 不然又 喔 欸 呼來雨色 啞口無焉 不知道要 不知道 剛剛的夢 到底又做了什麼 欸 今天開到幾點啊 今天 今天可能先 開 先開到個12點再看看吧 不能 欸 也不能開太晚吧 開太晚可能 你們會 你們可以接受開太晚嗎 不是還好啦 不過 就先開到 先預計開到12點 至少開到12點吧 把這個 內容 跑一跑 正當我不知道 如何回答之時 我先回一下 先預計 欸 想睡覺嗎 好那想睡覺的話 我們開到個 11點半 好啦 我們先開一個小時 好不好 不會 不會啦 不會 這個 我們先開到11點半 好啦 那就先開 先開到 11點 半 正當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這是小木 表情奇怪的 木耳點起你的頭 昨晚自己在夢裡看到了 震撼現在的情況不出一側 我和前輩兩個人在這裡督促 就連坐的位置都剛好和現在差不多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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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不置可否 對於別人問的話 你對他有什麼感想 問你的感想 你又不好說他 不好說我對他的感想是好或是壞 那就做一個不關痛癢 努力兩可的回答 這樣就是最安全的回答方式 然後說在下有著某種特殊能力嗎 連在下自己都覺得自己可怕 小木妮有什麼特殊能力嗎 應該是沒有吧 怎麼可能會有那種事啊 說什麼胡話呢 咔嚓一聲推門的路的是賀茂拳請被捕 依然是那張冰冷的臉孔 還向小木擺了一眼 我們的心童是賀茂拳 前前輩 這些也在夢裡出現了 我們談話時賀茂拳請被捕 閣下忽然進來 還輕面的痛斥在下 在下的確是 哇 所以我們的小木已經做夢夢到了 賀茂拳這個時候竟然還指責了他一番 喂 拜託你不要把我 不能給我把那蠢話停下來嗎 賀茂拳就說 你不要再說這種蠢事啊 就連說的話都一樣 這一定是有完沒完 有完沒完 這個 哎呀呀又開始了 我悄悄的熟了熟肩 其實我個人覺得 預知夢 我個人對預知夢這種東西啊 覺得 不覺得它是很奇怪的存在 反而是覺得 是不是真的有多個平行世界 然後平行世界的自己 經歷過的事 經歷過的事件 剛好 就那麼那麼巧的 不知道透過什麼什麼方式 傳達了給再另外一個平行世界的自己 讓自己有了這樣子的感覺 或是預先弄到這個夢的內容 會不會是這樣 但這一切都只是我自己的瞎說啦 科茂拳請被捕調 科茂拳請被捕調到這個邊段式 調到這個邊段式已經有好幾週了 已經來工作一陣子了 在此期間 關於它 有幾點已經判明 絕不允許自己違背自己的見解 絕對的科學信封者 他就是 絕對要用科學來辦案就對了 全盤否定超自然現象 同樣好 但異常毒涉 對於邊鑽式以進行改革 或者是 以進 這一點就是 他要以改革變鑽式為自己的主要任務 這有點奇怪啊 好像把這個當成一種革命一樣 諸如此類 對於我們來說 都是些沒有什麼好處的要素 哈哈哈哈 沒有什麼好處的要素 好 中學畢業後 赴美學習 犯罪心理學畫像技術 因為成績優異而跳級 20歲就大學畢業了 哇 我們那個賀茂全請被捕 真的是一個 很優秀的人才啊 之後籌籌滿字的進入了警視廳 配屬到警視廳科學搜查研究所 犯罪心理學 犯罪心理畫像研究組後 短期內 參與了破獲多起 因那案件 那他的真的是 戰果 不肥啊 有拿出實際的攻擊 然而不知為何 為何緣故掉到了編鑽石 簡直就像是圖畫裡描繪的柴女一樣 雖然這麼說 但作為新人 也稍微 也應該稍微做些 龍入清部門的努力吧 但在這個人身上 完全看不到這種 一向 就是 很大排啊 自己並不會 融入環境 而是要環境配合自己 對於這種 幾乎理所當然的傲慢態度 無且不提 遊手好賢的犬龍吉布 反正有 有著體育 會戲 勳人作風的小木 感到 十分不快 反正就是說小木 小木非常 非常對這個賀茂拳 還有賀茂拳也對小木 這兩個人 都是 不是看得很順眼對方 然後 浩茂拳 幾乎 對我們這整個編段 都不是很順眼 解除小木 還能夠對他有所指責 但在幾乎捕眼裡 小木不過是 是分類屬於最下層的低準真物 不要說聽取他的意見 在小木一剛 剛一張嘴的同時 意見就已經被完全否定掉了 意思就是 小木想講什麼話 根本就不理他 反正 小木 你講的就是屁話 什麼都不值得聽 然後在於這個 他也認為 我們這個編段式裡面 小木也是屬於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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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層 跟打雜差不多的 的那種 份子 背部龍分縮就否定了 小木雖然十分的憤慨 不過就連這點 憤慨的權力也不剝奪了 這種事情 每天都在重複發生著 那個小木 我想一定不是魚之夢 真的不是嗎 實在看不下去的 我脫開口而出 這句話 令小木 爭住了 就呆住了 畢竟 與你那個夢 相同的情景 不是每天都這樣 重複著發生著嗎 重複發生 潛通幾步幾乎 每天都會外出 很少待在這個房間裡 因為沒什麼重要的業務 我和你也總是在這裡悠閒度日 閒談度日 而且 鶴茂拳警被捕的忽然岔路 不是也是常有的事嗎 啊 說的也是 看來 我們的鶴茂拳警被捕 真的給小木帶來了 很大的精神壓力啊 所以說這些情景會在夢中出現 並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 不過是自己的經歷被印在腦海裡 在 在一次在夢中重現而已 然後呢 現實中的今天又和往常一樣 重複發生了相同的事 所以就會有 啊 這個在夢裡見過的想法 並不是夢見的事情 在現實中發生了 而是 在現實中重複的事情 在夢裡再現了 應該就是這麼個道理 這一段就是講說 並不是重複夢夢到了魚子夢 而是 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 這還是 壓力太大了 所以在睡覺的時候也夢到了 所以你就會認為說 這是魚子夢 其實然而不是 對 正好是 正好是反過來的 咳咳咳 原來如此 才不是什麼 原來如此 交到了 賀茂拳擊被捕又插了進來 以我說 而史勞根的解釋 也只說 對人犯 還是讓我來好好教教你吧 這個夢 所謂夢 是只能在無意識中 投射出來的意象 這個 真的很傲慢 一開口就 我來教你 即使沒有實際經理 只要腦海中 有想像到 有強烈的思索過 那就有可能會夢到 小木心裡總是 戰戰兢兢的想著 不會又要被他斥責了吧 這些事情 所以不想被斥責 要是又被斥責了 該如何是好 這樣的想法 就越來越強烈 這些強烈的意念 在無意識中 啊 堆積起來 並以夢的形式 得以表現 就是這樣子 喔 真的是這樣嗎 小木一副 完全無法幸福的表情 也可能是他 不想承認自己害怕 被喝冒犬警 被斥責的這個事實 但是對於另一方的警備捕來說 絲毫沒有體諒 第一等生物心情的意思 哇 第一等生物 看到小木 不能老老實實的接受自己 好不容易提出來的禁忌 似乎動了肝口 什麼啊 我都解釋得這麼詳細了 你還要說你不明白嗎 再說你這個人啊 那個警備捕 眼看他又要長篇大論 我適時的 插入境內 因為我注意到警備捕 進屋後 就大 敞成門 門外好像有誰 也站在那邊 把他進屋後 那個門就這樣開開的啊 順著我的視線 喝冒犬警被捕 總算像是想起了什麼 對了對了 被捲入這種無聊的爭論 差點都把正式給忘了 讓你久等了 請進來吧 隨之將一直 站在門外的人 給招呼了進來 吃力了 哇 這是 這是誰啊 那是一位年輕女性 小巧鮮細的身體 被整潔的服裝包裹起來 脫浪式的燙法 隱約的飄著一股神秘氣息 本是一張乾淨整潔的臉龐 卻因為帶有酬色而顯得陰鬱 而且好像在提心吊膽的害怕著什麼 有種稍微稍加觸碰就會消散而去的虛幻感 公署全請被捲 請問這位 這位 這位女孩是 我面露驚訝的問到 被本部人員 而且也不是警察 這樣的反客還真罕見 因為編撰式通常是不接業務的 之前警察使編撰式 就算在警方內部也沒有多少人知道 如果沒什麼大事是不會有來客的 是不會有反客的 是因為被跟中皇騷擾而前來諮詢的 被跟中皇騷擾嗎 這個 小木和我不由的面面相去 也難怪我們這般反應 被跟中皇騷擾的話 找樓上的接帶就會把他引導到相關的職能部門 這也是編撰式 不是負責處理這類事件的部門 那個警備捕 跟中皇諮詢室是在樓上 是啊 而且本部門是不讓外面一般人知道的 你們這些傢伙難道想要秘密結社嗎 還是打算組建日本版的N.I.B 哇這個 所以我們的賀茂犬啊 把這個被跟中皇騷擾的女孩直接帶了下來 讓我們承辦這個業務啊 還刺責我們難道是想要幹一些地下組織或者N.I.B之類的 話還沒說完 賀茂犬警被捕救忍言槍論 一般人一般人 這種怪論別再讓我們聽到了 當初這樣的一般人不正是警察的本質嗎 啊 雖是這樣 那你還想說什麼 難道要將遇到困難的女人 女人 氣之不顧嗎 不 誰也沒說要氣之不顧啊 小貓號 語無人次的回答著 但是比起這裡還是找專業部門 來為他進行調查比較恰當吧 這個人一開始就去了上邊 只是上邊沒人認真聽他說話 讓他十分為難 啊 去了上邊應該就是一看開始就找了其他的部門啊 但是其他的部門都不理他 可能想要遲案吧 或是覺得他這種小事來煩我幹嘛 呃 光下機關啦 無意外 咳 大概當時賀茂犬警被捕 恰巧入波那裡就把他帶了回來 那麼明白了的話就快點聽他說吧 所以說是這樣 小木 那麼大聲在鬧什麼 不是說了要好好相處嗎 原本不在的犬童警部回來了 嘛 犬童警部又去哪裡 啊 公幹啊 就是又去哪裡做了什麼事了呢 賀茂犬 啊 賀茂犬 啊 這賀茂犬 劍 龍法 的開始追究起來了 反正就是他馬上 這個時間還沒有過很久 他馬上就對他追究起來了 啊 犬童警部你又去哪邊幹了什麼事情啊 那啥動物觀察 喔動物觀察去哪 聖代議題 警部所謂的動物觀察是日本公營博彩的一種項目 說白了就是賽馬 啊 反正就是去看賽馬啦 看賽馬就講說是動物觀察 哇這個 哇 這是 這種話術 也沒錯啊 你要說他 你要說他有錯 也沒錯 他確實是去動物觀察 這次讓我為難啊 不是跟你說過外出的時候 請提前將去處和歸史寫在白板上嗎 請問你可是這裡的負責人啊 明白明白 下次一定會寫啊 您昨天也是這麼說 真的啊 那最近還真是越來越健忘 越來越健忘啊 不愧是身經百戰的犬童警部 哈哈哈哈 犬童警部還真的是很會熬啊 如柳玉峰般輕巧的應對過後 應對過關後 他總算注意到了來訪者 他說人數增加的還真是有夠快啊 記得好難受啊 的確 自從阿茂拳警部調來以後 房間已顯得狹窄 現在又多了位反客 比一般人在用更多空間的小木 有些不好意思的將身體縮了起來 但即便如此 房間的容量也不會變大 雖然警部那句話並沒有而已 但前來諮詢的女人 大概以為是在說自己 神社變得尷尬起來 看不過去的我 便開口說道 那警部這位是 由我來說明 二棒拳警被捕立即插了話前來 簡直就像是在自己的領土被侵犯了一樣 毫無掩飾的露出一副不高興的樣子 一番說明後 警被捕抱著胳膊做到他帶來的那個女人身兵看著警部 意思是看你怎麼辦 簡直就是像在考量警部的氣度 為什麼要這樣呢 但警部對此的回應異常簡單 反正就是浩茂拳帶來了他 就說 警部還有小夢阿 還有死老梗阿 我看你們 要不要幫忙處理這個民眾的困難的事情阿 考驗一下 當然警部對這個時候做出了回應 你覺得沒什麼阿 警部這樣真的好嗎 沒什麼的意思是說 被跟蹤也沒什麼嗎 我看小夢都露出了驚訝的表情 沒什麼好不好吧 這裡不是市民們所愛戴的警視聽嗎 警部一副輕鬆愉快的樣子 小夢悄悄的對我而語道 警部閣下這一次一定是贏阿 的確 警部正哼著鼻歌手 啊 鼻歌就是用鼻子哼著歌阿 手握賽馬抱著 回到自己位於房間裡的座位 正如小夢所說 今天的蹤觀察看來是大獲成功阿 應該是賭馬贏了吧 心情很好的樣子阿 那個給你們添麻煩了嗎 後茂全警部帶來的女人 卻深深的小聲問道 沒有的事請不用介意 能讓我聽聽您的情況嗎 後茂全警部見了大家 後茂全警部見大家接受了他的提議 顯得十分的滿意 略帶得意的催促他繼續說下去 但是這位受害者 好像還是沒能下定決心 顯得有點為難似的 抬眼睽視著我們的表情 我溫和的對他說道 對不起 想慢慢說沒關係的 想說什麼 但說無放 想說什麼就說吧 沒關係阿 慢慢來 既然已經得到了警部的許可 那我也想為市民做些貢獻的 阿好的 接著他開始斷斷續續的 訴說起跟中狂的事情阿姨 開始感到不對勁 是在幾個月之前 阿姨 阿姨 阿姨